新一乡农会梅子梅工厂将文化创意结合农产 各式各样的创意产品成功打开了行销市场 由安徽省台办所带领的大陆媒体团体 这次来台进行七天的参访 就特定选定梅子梅工厂为其中一个参访地点 除了对南投产业进行了解之外 对于新一乡农会的文创能力更是大大的称赞 更希望农会未来可以前往大陆来设点行销 旺报将在澎湖举办第六届两岸真文颁奖典礼 广邀大陆主流媒体参与 并展开七天的台湾参访行程 其中第五站来到南投 选择最热门的日月潭 以及极富创意的梅子梅工厂等景点参访 羡浮期盼媒体参访团返回大陆后 能够加以宣传大幅提升南投农产知名度 进而带动来台旅游风潮 安排在新一乡农会 最主要是让他们了解在地的产业 以及托社 那疫情六十几人 从头看到尾感到非常惊讶 甚至也非常有兴趣 一直希望在大陆能缩点 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还跟洪总干事做了建议 他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整个产品 这么优质的产品 如果能行销大陆 相信一定可以让我们大陆朋友 了解南投 甚至也会喜爱到南投 所有的特色产业 在以前 农业归农业 文化归文化 观光旅游归观光旅游 没有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新一乡农会就是在 等于是在走在这个比较前端 把农业加入文化创意 后来就变成我们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一个卖点 那我们美食品工厂就是这样来做塑造的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大陆媒体的来这边参访 回去跟我们多家报导 能够以后 能够给我们的大陆方面的游客 自由行的部分 多家来我们台湾 会选择台湾 不用到东南俩 到台湾这边来看看 参访的媒体团 对于悉尼乡农会的文创能力 占余有加 并认为台湾农产加工开发水准高 未来两岸也可以在农业方面进一步交流 增进双方情谊与了解 未来也可以到大陆设点行销 让大陆民众分享台湾的产业 所以这次我们安排了这么一个行程 让尤其是大陆的记者 了解感受 新一乡 它的农业的深度开发 传统农业的产品进行深加工 然后和现在的这个文创 怎么很好地把它结合起来 做得很有特色 做得很细致 很用心 你看那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兴奋 这个购物的这个热情都很高涨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实用价值 口感又好 这个我刚才看了那个梅子饼干 还有那个梅筋做的那个高糖 还有那个橘子吧 橘子做的那个酱 我都想带回去 肯定会非常受欢迎 而且呢 我们正在考虑能不能邮寄 因为很重 很多都是用瓶子装的 这个要是能邮寄到大陆 那就太好了 梅子梦工厂除了导览人员引导参观之外 细腻乡农会总干事黄志辉 也特地邀请媒体朋友 品尝梅子制成的好酒 浓郁的香气与口感 让团员们直呼好喝 梅子梦工厂也开放地下酒窖 供大陆媒体参观 酒香扑鼻 让人直呼新鲜有趣 创意产品更是让团员们爱不释手 不少人热烈采购酒 梅金梅糖等产品 希望农会可以在大陆设点展售 让更多大陆消费者 体验充满创意的难投特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